小狗 让小狗跟老虎一边拴一个 让它在院里晒太阳 咱也不知道让二牛有干啥呢 松 你在院里先走走 这有十斤吗 这胎 没多重可以 没事 这样没多重 哎呀好火劲啊 这个大链子五十多斤呢 它拉的有点费劲 再一个就是啥 它拉一会就不就不走了 咱们先从轻再加的再加重啊 让它先把这轮胎拉习惯了 把这个脖套戴着切 一切换了之后再慢慢给它加重 一点一点来 今天就看上外面去跑 老臭 我们要加强训练了走二牛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看又不走了 鼻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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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是出去吧这不行 太乱套了 走走走走 走二牛走 鼻嘴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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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不是戴二牛 天天的不是戴狗跑 就是戴狗跑 可以轻松驾驭 比前段时间好多了 最基本上他追着东西 他会跑了 二牛 稍微沉一点的东西 他就是不跑 刚才咱一刚刚 在院里边挂上轮胎之后 大家也看出来了 走两步就往那一趴不动了 是不是吗 咱把它拉到外边来 先让它适应 先让它适应轻的东西 给它加重量 不是说一下加上去 那慢慢来 看啥呢 为了让它锻炼 早晨都没让它吃饭 赶紧走 我是受不了了 这脚不能捞不好 走 不能捞 拧上了 现在轻松就能拧上你 走吧 你看挣脱了 开始掉定了 这个东西 它不在于重 而是让它拉得习惯了 它才行的 别看它轻 你就拉时间长了之后 它也受不了 就跟咱自己也一样 拧着东西 一直走 刚开始没事 走时间长了之后 这胳膊就累了 它们也一样 来 走 走 你也让了 过来 牛过来 来 对 对 你来了 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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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 你胜利了 你胜利了 阿哥 阿哥 你胜利了 走走 妈呀 走走走 哎 你就得让他把这个玩具挑豆干 得咬几次 因为啥 我们没白跑 属于奖励了 就让他感觉 我跑这么远 我获胜了 有那种胜利的感觉了 拿到猎物了 有奖品了 走 裤子就掉了 今天第一次拉轮胎的话 适应程度挺好的 哎 以后咱 不光是拿着挑豆干出来 咱就是早晨起来 还和平常一样溜完一样 我自己在前面走 就是让他拉轮胎就在后面撵着就行 嗯 所以说 油漆道上好走 如果要是这种土路啊 有个砖头啊 有个坑啊什么的 他拉起来也挺费事的 先拉一段时间这个轮胎 咱就尽量让他在 在在在这个土地上跑吧 对他那个爪子要好一些 因为这个土地比这个 这个马路上 地稍微软一点 是吧 有弹性 嗯 马路上就没有弹性 是不是 再一个就是天热了 那个马路上 热量比较高啊 他一踩的话 就是容易烧爪子 赶紧走吧 别在这儿了 停了 现在有那个冲劲儿了 比之前好多了 好多了 这小轮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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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玩会吧 玩会吧 可以 趕时休息休息 先让他休息休息 然后再接着跑 锻炼多长时间咱 不能白咬这步 打点半小时 哈哈 半小时 实际对他们来说的话很轻松的 一点一点来吧 不光让他休息休息 你也得让人休息休息 你你都快咬到嗓子眼了 你那步都 我一咬就是满口啊 好